最近国际社会的麻烦制造者 矛头指向俄罗斯 引发多起外交军事的冲突 稍后会有完整报道 首先我们精选头条焦点 先来关注总统普丁的头号政敌 纳瓦尼现在命在旦夕 几天之内有可能命丧监狱 由于他已经绝食抗疫长达20天 身体相当虚弱 在多方关注下 俄国官方19号终于愿意 把他转送到监狱医院治疗 根据前往探视的律师表示 他的健康状况很不乐观 纳瓦尼团队宣布 21号要举办大规模示威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 命为消息引发国际关注 他从2月被关进大牢 由于背部疼痛和双腿麻痹 3月底开始绝食抗疫 要求获得适当医疗 过了三周 金船随时可能死在狱中 英国欧盟和美国都对俄罗斯政府发出严厉警告 受到舆论压力 俄国官方19号终于将纳瓦尼送往3号 劳改营医院施以维他命治疗 律师探视后表示 纳瓦尼的健康情形每况愈下 而且并不打算停止绝食 纳瓦尼去年搭击时就遭到神经毒攻击 险些丧命 外界高度怀疑是俄国政府下了手 纳瓦尼在德国休养康复后回到俄罗斯 又被判刑两年两个月 纳瓦尼幕僚号召群众 21号在总统普丁发表国情资文演说 当天晚间走上街头示威 拯救纳瓦尼 俄罗斯当局早就对纳瓦尼的反贪腐基金会 多方施压 成员志工相继被捕被消失 近期还可能把整个工作团队 列入极端主义肃清名单 对于即将到来的大游行 恐怕也会祭出铁碗阴影 华语新闻苏恒安综合报道 普丁政敌纳瓦尼传出命危的消息 德法美都相当关注 进一步透过图表带您了解 普丁的野心得罪的国家 现在有一箩筐 包括他驱逐美国 驻俄国大使沙利文 已经遭到美方的拒绝 然后更退出了国际的太空战 甚至引发全球新冷战再起 还有看到乌俄边境风云变色 互相驱逐对方的外交官 最新消息是捷克跟俄罗斯 因为违背蒂斯爆炸案 也开始翻脸 驱逐18名疑似间谍的 俄国外交官之后 俄国也立刻报复性驱逐 20名捷克的外交官 彻底点燃两国的外交战火 而获得美国 英国 欧盟 跟北约支持的捷克 还遭到俄国嘲讽 翻成年旧账 只为了讨好美国 再度让俄罗斯跟西方国家 陷入对立僵局 捷克外交官反抵国门 遭俄罗斯狼狈驱逐 让捷克政府不准了 捷克外长召开记者会 高调指责俄罗斯 驱逐自家外交官 致使无前例的可耻攻击 捷克先前大动作驱逐 18名认定为间谍的俄罗斯外交官 以他们涉嫌参与捷克军火库爆炸案 这让俄罗斯气得跳脚 一日内报复性驱逐20名捷克外交官 俄罗斯更称是捷克挑衅在先 此举也正式点燃 双方外交占领性 捷克称自己才是受害者 俄罗斯在他国领土犯案还报复 包括英美两国 北约以及欧盟都表态力挺 与此同时被驱逐的俄罗斯外交官也同步反抵国门 莫斯科也高调喊冤 但捷克不仅总理亲自上任 更惊咬俄罗斯主导捷克军火爆炸案 还是英国双面间谍 毒杀案的幕后黑手 要拉拢国际盟友支持 媒体报道 捷克朝野一致谴责俄罗斯 民间对俄罗斯不买凶浪 持续蔓延 俄罗斯则是将矛头持向美国 反奉捷克是借故讨好美国 双方翻脸 外交战火越演越烈 要让俄罗斯进乌克兰边境危机后 和西方国家这一度陷入僵渠 黄云新闻 严新怡综合报道 国际社会也都在密切关注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边境局势 欧盟在当地时间19号 举办了外交部长会议之后 赶快开记者会进一步说明目前的状况 也再次呼吁俄国尽早收手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波瑞尔表示目前俄国在乌克兰边境 集结超过15万兵力 强调当前局势令人忧心 值得注意的是波瑞尔在会上 表示俄国集结15万兵力 回下单位后来却将数字下修到10万人 也没有说明原因 而媒体询问欧盟是否借此 对俄国祭出新一轮制裁时 波瑞尔表示目前没有进一步的行动 乌克兰政府军和亲俄分子 持续在边境发生冲突 也让行经相关区域的航班行慌慌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FAA下令 航空公司得在至少72小时内 通报预计飞到俄乌区域的航班 飞行得极度谨慎 就怕2014年的悲剧再上演 当时马来西亚航空的MH-17班机 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途中 就在乌克兰东部上空被击落 事后调查发现 就是遭到乌克兰政府军和亲俄分子 榴弹波及 机上近300人全数罹难 缅甸军政府的暴行 全球各国都加以踏伐 现在欧盟持续声援缅甸人民 并对军政府实施新一波制裁 范围扩及十几位军政府的官员 还有两家军方企业 缅甸军政府暴力行动还在持续 街头枪声不断 用民众在自家阳台拍下军队指挥 对士兵大吼 要他们把示威者都处理干净的骇人画面 眼看军政府加大镇压力道 国际也在加强制裁 欧盟最新一轮制裁名单中 有两家遭冻结资产和签证净利的企业 就是已经遭英美两国制裁的 缅甸经纪公司MEC 和缅甸经纪控股公司 其他十多位官员 则是军政府的国家领导委员会成员 截至目前为止 欧盟已经制裁缅甸35人和两家企业 西方国家也希望透过更多制裁 尽快将缅甸军政府拉到谈判桌上 最新消息来关注阿尔巴尼亚首都 蒂拉纳的清真寺 在当地时间19号遭到攻击 根据了解有5人遭到嫌犯刺伤 经过送医治疗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嫌犯在警方抵达之后立刻被逮捕 画面中您看到现场已经拉起封锁线 那么警方驻守在清真寺的附近 生怕又有人闯入 根据目击者表示 案发之后警方来到现场 随后就逮捕了一名30多岁的嫌犯 目前不清楚犯案动机 不过根据了解 这名嫌犯疑似患有精神疾病 在今年的3月份也曾经犯案 详细情况有待警方深入了解 接着关心巴基斯坦的反法国示威 最近越演越烈了 还有好几名警察因为冲突不幸丧命 而法国政府也已经召回 15名驻巴国的外交人员 以防他们的安全受到威胁 详细情形把时间交给伯红 好 主播 好 主播 报名长您可以看到 街道被示威民众挤得水泄不通 他们全都是属于支持极端主义政党 先知追随者运动的民众 不满领袖李思维 因为要求驱逐法国大使遭到拘捕 因而发起大规模的抗议 当地有不少民众支持示威人士做法 认为法国疑似亵渎先知的作为太过分 由于八国示威遍地开花 还有数名警察因冲突不幸丧生 法国已经召回十多名当地的外交人员 保护国民的人身安全 另外当地政府也出动大量警力 严防示威擦枪走火 法国总统马克宏先前表示 某家杂志有权重开伊斯兰先知 穆罕默德的漫画之后 八国的反发情绪随即爆发 认为这样的漫画是对先知的亵渎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涵稍早表示 先知追随者运动示威造成警察死亡 行为等同挑战政府权威应该遭到制止 不过西方也应该惩罚仇恨穆斯林分子 目前看来巴基斯坦民众反发情绪高涨 怒火短时间内恐怕难以平息 主播 还要来关注中东宿敌伊朗跟沙奥地阿拉伯 最近出现疑似和解的迹象 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9号 在记者会当中表示 向来很欢迎跟沙国对话 认为这个举动有助于维持 区域和平稳定 当地媒体指出两国代表已经在伊拉克首都 罗格达进行密谈而且很快会再度进行会晤 不过尚未获得当局证实沙国也没有做出评论 两国在2016年因为沙国当局下令处死蛇叶派重量级教士尼姆 民众愤而投掷汽油弹并且闯入沙奥地驻德黑兰大使馆 导致两国断交从此关系陷入紧张 如果当局坐实会谈 这将会是两国断交之后首度的重大政治协商 有可能修复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至于即将组成联合内阁的以色列总理 在国会的程序委员会投票当中遭遇了重大挫败 这将会影响到后续能否顺利组成内阁 以色列总统虽然提名总理纳坦雅胡筹组新内阁 但因为他受到贪污案缠身 加上原本要与纳坦雅胡筹组内阁的政党纷纷跑票 如果新内阁难产的话 以色列恐怕要在2021年之内 执行第五次国会大选 一党专政的古巴共产党宣布 现任总统迪亚士卡奈 取代劳尔卡斯楚成为领导人 这也意味着卡斯楚兄弟长达60年的统治 正式结束 热烈掌声中古巴总统迪亚士卡奈起身 接受至高荣誉 古巴执政的共产党19号全国代表大会 最后一天顺利完成政权转移 推选60岁的迪亚士卡奈成为共产党第一书记 也就是一党专政的古巴实职领导人 前任领导人劳尔卡斯楚在大会开幕时就宣布辞职退休 也让卡斯楚兄弟掌权古巴62年正式画下据点 卡斯楚从1959年和革命分子切割瓦拉共同率领左派革命运动掌权之后 由前第一书记劳尔卡斯楚的哥哥菲德尔卡斯楚 统治古巴将近半世纪一直到2006年 哥哥在2016年过世交棒给弟弟接任 但劳尔卡斯楚表示要将权力交给年轻一代 89岁的他总算要走下政治舞台 德国后梅克尔时代即将来临了 他所属的执政联盟也陆续选出角逐总理大位的人选 只是近期联盟的民调惨不忍睹 面对其他崛起的新兴党派 他们长期执政的优势恐怕不保了 至于支持率仅次于梅克尔保守派的绿党 提名了贝尔伯克为总理候选人 似乎有意让他成为铁娘子2.0 德国绿党主席贝尔伯克现年40岁 专攻政治学与国际功法 在2005年加入绿党 2013年进入国会下议院 并在2018年担任绿党共同主席 个人魅力以及现今的实事趋势 成为他脱颖而出的主因 过去几个月贝尔伯克善用媒体对疫情的关注 批评政府忽视孩童权益同时 又以身为母亲的经历 推出自己的提案 他和另一位共同主席哈伯克 也被视为让绿党打进 德国政坛主流的功臣 贝尔伯克主张如果成功掌权将提前德国淘汰煤炭的时间到2030年 对于有争议的贝西二号天然气管线计划表达反对立场 而对于疫情 他要求政府加强支援家庭与教师 绿党在都市中产阶级和年轻人的票仓扩大 目前全国十六邦 过半地方政府都有绿党的势力 即便没有胜选 绿党也有望成为下届德国政府组成的重要关键 另外还要带您看到 英国的在野党工党党魁施凯尔 最近访问英格兰城市巴斯 但是却遭到抗议民众阻挡 因为民众不满工党对政府的封锁措施毫无回应 还放任经济每况愈下 最新情况再把时间交给伯红 好主播 英国工党党魁施凯尔前往巴斯进行访问 没想到却遇到这样的尴尬场面 民众不满政府的封锁措施 认为对当地经济造成冲击 但更不满施凯尔作为反对党的党魁 为何眼睁睁让政府限制人民活动 却未做任何回应 施凯尔就这样在大街上听民众高声训气 简单回应之后进入一家酒吧继续访问行程 没想到民众马上起身阻挡 与随行人员发声拉扯 施凯尔在随后表示 自己非常不同意抗议民众的论点 认为防疫和限制措施确实有必要 才能避免病毒侵袭民众健康 同时工党也在推特发布讯息 希望民众别再随意对防疫措施散播错误资讯 提醒应该实时严防病毒入侵 才能让英国早日从病毒危机中解除 过去一个礼拜全球暴增520万人确诊新冠肺炎 创下单周最高纪录 但为何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却说 几个月之内疫情渴望受到控制 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又出来说话 带来他的乐观看法 全球疫情明明就出现大反扑 确诊数连八星期上升 比前一周大增12% 死亡数也是连续五周成长 谭德赛却说只要资源公平分配 疫情很快就能得到控制 不由得让人想起他在疫情初期的离谱误判 还迟迟不宣布全球大流行 现在谭德赛也忧心 25岁到59岁的确诊以及住院人数 正以惊人速度增加 认为可能是因为高传染性的变种病毒 还有年轻人大量外出参加活动跑趴所致 眼看印度的疫情就快失控 单日确诊人数冲上27万人 1619人不幸染疫死亡 双双创下新高 最新发展是新德里宣布封锁一个礼拜 不顾疫情危险 民众一个挨着一个 在酒铺店门口排起队来 要把握最后的囤货机会 因为新德里19号晚间起实施一星期封锁 商店餐厅戏院通通关闭 禁止所有政治宗教集会 当局表示新德里医院家户病房几乎要满床 氧气供应和相关药物也都短缺 但喊话外地来的工人不要因为封城影响收入而离开 说政府会照顾他们 避免劳工乱跑 反而助长病毒传播 印度疫情不断升温 19号单日通报超过27万例确诊 以及1619人死亡 都是历来的最高纪录 确诊总数也突破1500万大关 医疗体系濒临崩溃 孟买目前每天都实施宵禁 部分学校考试取消或是延期 而英国首相强生原定下周出访印度 但现在也因为疫情严重 再度延后形成 英国周五将印度列为高风险名单 非英国国民若曾逗留印度 将不得入境 印度的疫情严峻 特别是在双突变病毒的助长下 19号单日新增确诊 飙到27万多例 也让医疗系统不堪负荷 医师更发现 这波疫情中已年轻患者居多 例如首都新德里 就有6成5的新病例 年龄都在45岁以下 医院外头又见排队人潮 随时都有医护 全副武装接应一辆辆抵达的救护车 印度单日新增确诊数 4月以来一口气飙升4倍 再度重击医疗系统 医院的病毒没有进入病毒 医院的病毒没有进入病毒 没有进入病毒 医院的病毒没有进入短期 甚至氧气也进入短期 医院氧气不服使用 还能去外头买 如果病况更糟 恐怕得被迫到黑市买救命药 印度出现的双突变病毒 助长疫情 向西部重灾区 马哈拉什特拉邦 就在60%的样本中 验到这种新变种 受害对象又以年轻族群居多 印度目前只限45岁以上的 民众接种 推测年轻族群 被排在优先名单之外 又得外出工作 常吃外食 所以比较容易得病 印度至少有15个省级行政区 宣布周末封锁或宵禁 影响遍及全国五成七人口 毕竟事态扩大 不止印度受难 全球疫苗供应 也会因为这个出口大国 作业停摆 连带被拖累 欢迎新闻 徐立山综合报道 继续要带您关注 印度的疫情 包括首都新德里 各地陆续 宵禁封城 外来的农民工 也都担忧封城期间 没工作该怎么办 听到第一时间 他们抢搭巴士要出城 结果很多人 你推我挤 甚至还有人爬上车顶 场面相当混乱 农民工背着简单行囊 成群结队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抢在封城之前 离开新德里 挤不进公车门 干脆直接从窗户翻进去 或攀上车顶 当成露天座 环顾巴士总站周边 天桥上密密麻麻 都是人群 在大都市讨生活的工人 想法都一样 害怕封城以后 没有工作机会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走再说 人潮从白天挤到黑夜 还是有大批工人 抢不到位置 不少人已经放弃 干脆合家打地铺 准备在车站睡一晚 重演一年前封城令 当局这次也强调 会发放粮食和补助金 但底层工人 哪来的银行账户 更别说粮食和年和月 才会送到 人民普遍认为政府不可信 数十万人纷纷搭车步行 跨越省市 封城效果发挥前 先突增疫情 扩散风险 华语新闻 苏恒安综合报导 土耳其 当地的第三波疫情 比先前来的严重许多 最近的重症病患 还有病故人数 都暴增到 一个月之前的好几倍 因此有不少民众 都赶往疫苗中心 施打疫苗 详细情形 我们把时间交给伯红 好主播 画面上您可以看到 民众戴上口罩 排起长长人龙 全都是为了疫苗而来 避免病毒侵袭 土耳其近日 第三波疫情相当凶猛 单日确诊人数 动辄飙破五万多例 屡创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 同时单日重症 以及死亡人数 都比一个月前飙升数倍 专家警告 若土耳其疫情趋势不变 总确诊数 就快要超越英国 成为全球第六高 究竟为何土耳其 疫情煞不住 医疗单位指出 当地多数民众 不愿遵守防疫措施 可能是导致疫情蔓延 最大的原因之一 另外政府过早解除防疫禁令 也让染疫和死亡人数 突然抖身 更糟糕的是 目前土耳其除了疫情情势严峻 经济危机也在加剧 现在土耳其政府 盼望藉由大规模接种疫苗 达成群体免疫 并希望施打进度加快 防堵病毒肆虐 好尽快重启经济活动 日本武术历史悠久 是许多外国旅客到日本旅游 都很想体验的一个当地文化 日本武术教室也因此蓬勃发展 但是疫情期间 他们却失去了高达九成的顾客 眼神专注挥舞着武士刀 迎唱日本古典戏曲 一心一意旨在当下 日本武士文化悠久 武士道的精神更是奠击日本甚深的力量 近几年更被发扬成一种 在地文化的表演艺术 武士舞 让来到日本的外国游客 都争相体验 本元浩四郎从事武术研究 已有三十五年之久 更因为发明武士舞而闻名 这种独特的表演艺术 将武士的剑术和日本古典歌舞 结合在一起 深受外国游客喜爱 本元浩四郎原本期望他的生意 能在东京奥运会期间蓬勃发展 甚至为了迎接更多的外国游客 而重新装修东京学院 但当政府宣布 将在没有海外观众的情况下 举办奥运会时 他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计划 尽管如此 他仍然非常积极地想推广武士舞 也发现了疫情间需求窜身的 线上课程 更得到了许多学生积极的帮忙组织 但尽管成功开设线上课程 却发现很多东西 不面对面交流 是很难传达的 本员浩四郎说 过去参加武士体验的人中 约有九成是海外游客 其余的一成是日本人 但疫情间外国人无法前往日本 因此也失去了九成的客户 但他同时也表示 其实他并不在乎奥运 或是疫情间的商业损失 他最希望的是 很快他能够再次面对面的教授课程 分享并发扬日本武士文化 环宇新闻 土文君综合报导 现在上网动动手指头 想要买的东西就能够货送到府 因为电商服务太方便了 所以让越来越多人 懒得出门shopping 各大实体百货等不到客人 最后也只能含泪关门 留下空荡荡的商业大楼 而这些旧建筑 现在被赋予了新用途 在美国的佛蒙特州 就有一间梅西百货 现在摇身一变 成为了临时高中宿舍 下堂课快赶不及 就打手扶梯 知名牛仔裤装柜 还是最热门的自习室 这已经成为 美国佛蒙特州 佛林顿高中学生们的日常 我的四个老弟们 从古墓建筑 恭喜他们 现在我会第一次 从小宿舍退出 因为疫情 窝在家里上大半年网课的 柏林顿高中学生们 终于能回到学校 没想到校舍又受到 严重化学污染 最后校方决定将当地 一间废弃的 梅西百货商场 用350万美元 该建成临时学校 租期预计三年半 看着以前常逛的各家专柜 变成各种用途的教室和空间 对所有师生来说 十分新奇 照在疫情前强势崛起的电商平台 威胁零售业生存 导致近几年各大商场 也成为时代的眼泪 陆续关闭 有些直接荒废 但有些却幸运被看中 转型成不同功能的建筑 除了学校 有些空商场变成知名 游戏公司型总部 或是征收成为 现在急需的大规模接种中心 赋予老建筑新使命 也同样为美国社会发展 写下一页行历史 环宇新闻 郑宇轩 综合报导 美国总统拜登 在22号将要主持 全球领导人的线上气候高峰会 国务卿布林肯 先前发表演说的时候表示 目前美国再生能源的发展 落后中国 如果没有办法引领绿能革命 将会难以跟中国竞争 布林肯表示 中国是拥有全球三分之一 再生能源的专利 而美国的工作机会当中 成长最快的领域 就是在太阳能还有风电 如果美国没有办法迎头赶上 除了难以赢得 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民众也会失去更多的工作机会 而全球碳排放第一名的中国 会不会出席线上气候高峰会 也备受全球关注 本土疫情加龄难道要破功了吗 指挥中心今天宣布 新增了两名感染源不明的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都是本国籍的获肌机师 两名个案在案发前14天 除了派飞工作居家检疫之外 其他的时间也有在国内活动 因此不能够说完全排除 有本土感染的可能性 但是这两人最后一次的派飞完成 在居家检疫后就确诊 没有再出过社区 是否为本土感染 现在就要等疫调结果出炉 今天要跟各位报告 新增两例的 COVID-19的病例 那感染源调查当中 日前指挥中心才刚松绑 机组员的防疫措施 没想到隔没几天 就传出确诊案例 国内新增两例确诊病例 案1078以及案1079 为本国籍获肌机师 分别为50多岁 以及60多岁男性 4月14日一同执勤到美国4月16日返台后 进行三天居家检疫 两人先后出现喉咙痒的症状 4月19日应出勤需要进行裁检 并于20日确诊 目前初步掌握两人的接触者 总共131人 其中两人居家隔离129人 列为自主健康管理 当然有可能两个都是在 都在境外感染的 但是有没有可能他们是在 这个航空器有没有人被感染 这是另外一个 所以目前就是没有办法先确定 就是也不归本土 它就是在飞机上面 指挥中心强调航空器感染 不归在本土病例 但15日才刚放款 及组员检疫标准 从原先的5天居家检疫 会考虑再度调整检疫政策吗 居家检疫期间是不能派飞的 那满居家检疫的三天之后呢 当天要裁检 那阴性的话呢 它就可以派飞 或者是进入后面的11天的 自主健康管理 把这个风险向更低的话 我们的确是很 就是非常建议 机组人员都可以接种 这个目前有的这个疫苗 呼吁机组人员接种疫苗 降低感染风险 毕竟公废疫苗打气持续冷清 19日仅新增911人接种 全台累计 33404人接种 并新增4件不良事件 其中一件为疑似严重不良事件 疑似的血管炎 跟见直性的肺炎 那目前在交互病房观察 诊治当中 那由于这个个案 是在第16天之后 出现了这些症状 但是它这个症状又跟 所谓的血栓 可能跟疫苗或是AZ有关的 是比较不像 随着疫苗开放施打出现 不适症状的病例越来越多 虽然没有出现严重的副作用 不过许多民众也因此而却步 但继不逃群聚事件后 再度出现感染源不明的确诊个案 国内疫情蒙上未知阴影 疫苗到底打不打 确实两难 华越新闻红习与惠红玉黎佩涵 台北报道 国内AZ疫苗昨天也开放自费预约 许多医院的开放名额都是被秒杀 打气比起公费疫苗是踊跃不少 但是这股热潮能够维持多久呢 还有待观察 就怕只有第一波的热度 因此医师就建议了应该要做民调 才能更了解民众的需求 另外呢 国际的疫情持续的升温 美国国务院19日就预告了 未来将会收紧旅游警示 就算打了疫苗还是不能打疫 麻烦尽量放轻手 AZ疫苗自费接种 19日开放预约 多家医院出现预约秒杀的情况 台大医院4月底前500多个名额 两个小时内就被约满 一呼不打民众却抢翻天 但自费的热度能持续下去吗 要看疫苗它可以保护到我们什么程度 如果没有那么高的保护的效果的话 我可能就不出 不显着不出国留在台湾比较安全 很多副作用的反应 我们在国外也好还是国内也好 很多事情还是充满很多的不确定性 我可能会先去看 到底有没有其他的选择之后再做决定 虽然自费接种首播预约就爆满 不过就怕是一时的热度 因为不少民众还是抱持观望态度 表示如果没有迫切的出国需求 尤其对AZ疫苗的疑虑无法消除 宁愿等待其他疫苗 可能需要出国或者业务 那我就去找一支我认为好的疫苗 赶快打完两针 这样我的出国或者我的生活 会变成比较接近正常 第一波非常踊跃打完以后 是不是还有人接得上来 这个是不清楚的 所以还是要 其实可能要去做调查了 经理指挥中心用民调来了解 真正需求国内疫情相对稳定 导致疫苗打气冷清 但其实国际疫情还是相当险峻 美国国务院19日就预告了 要再度收紧旅游警示 将有八成的国家都会列入最高级别的 第四级警示 每个国家疫苗接种率都很不理想 整个欧洲呢大概不到10% 除了英国以外 那亚洲呢除了新加坡以外 大概更是惨 都可能不到5% 那美国自己本身的接种率是25%左右 那同时由于部分的疫苗接种 其实会加快病毒的突变 各国疫苗覆盖率 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 再加上台湾开打进度慢 想达到群体免疫力 回归正常生活 恐怕还得再等等 欢迎新闻红习语会 红玉黄佩涵台北报导 前行政院发言人丁怡明 被爆出回国政院之后 现在又传出曾经直接打电话 到立法院长刘希坤的办公室 直问幕僚 有没有向媒体放话 我想两个院应该 因为两个院都是宪政机关 应变相互尊重原则 被问到敏感问题 立法院长游锡坤跟着结巴 因为传出近日回国的 前行政院发言人丁怡明 曾经直接打电话到 游锡坤办公室开枪 被不尊重 有没有觉得不被尊重 游锡坤的迟疑 登通间接承认 表面上是行政院 跟立法院的横向公通 出现问题 但更牵扯上 屡内部争议苏细杠上政府会 对他游院长 他也不是看在眼里 因为他的老板是苏院长 是行政院长 他又是苏院长 眼前的这个头一号红人 我个人认为他的幕僚也不会太多的有嚣张的保护的行为 如果沟通上有些没有非常顺利的话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坐下来讨论 是不是派系护杠同为苏贞昌子弟兵的张鸿路帮忙款家 不过新交通部长王国财 原属局系人马 但本身不参与派系是苏贞昌喜欢的个性 加上之前苏贞昌大幅变更国营企业人士 也被解读是换上自己的人马 在各个部会各个财团法人 各个公营事业 他的手伸得有多伸多长 他自己应该想一想 不止苏贞昌的用人哲学 引发讨论 更引爆苏系和郑国会间的摩擦 绿营派系之争 再度敷上海面 我们之后来看到 网路上的民调有超过95%的民众认为 说丁一鸣的争议太多 如果回国行政院担任顾问 这个行径实在不太适当 政院前发言人丁一鸣 因为牛肉面风波下台后 被爆出又回国担任政院基要顾问 引发党内外批评 更传出曾经打电话到立法院长 游习困的办公室 针对公投问题 心事问罪 让党内自家人都看不下去 四个字最佳一等 苏内阁自己风雨飘摇 所以苏院长自己看着办 那么气不是没有原因 毕竟从莱猪到藻礁公投 还有太鲁阁号事件 再加上缺水问题越来越严重 以及让行政院忙得交头烂额 丁一鸣回国又让在野党解刀枪 根据网络民调显示 有超过95%的民众认为 丁一鸣回国不适当 这个真的很离谱 一个行政院长 丁一鸣是怎么样 是我大尾 这一定要他不行 非丁一鸣不可 那你苏院苏贞昌我会看不起 非用丁一鸣在野党想不通 日语内部有杂音 从去年11月中在记者会上宣称 牛肉面节冠军店家用来牛 后来被打脸后 虽然上门买白碗牛肉面道歉 又被揪出使用政院统编 之后虽然寝迟下台 但被爆出 3月1日就回国行政院当人顾问 现在又传出打电话 给游锡坤办公室开枪 争议事件一桩解一桩 一个幕僚怎么可以这样子 一直气死对一个立法院长 我想这个苏贞昌 如果没有他在背后当靠商 我想一个幕僚随随便便 他不敢这样做 苏贞昌院长应该要 应该要对全国来道歉 靠定一名的网路操作 让苏贞昌的持着满意度 维持高档 不过定一名的个人争议 也让苏贞昌成为朝野剑吧 华语新闻上居林凯伦 台北报道 那新闻现场来看到 台北市长柯文哲 在20号一早创立的新粉专 据传是由劳动局长陈信瑜 跟柯文哲的共同好朋友 一起创立的 但是开张短短几个小时 就被下架哀轰说 难道是见光死 而且柯文哲大酸 民进党号称是最本土 但是党部的地址 却在北平东路上 但是外界也发现了 民众党的新党部地址 是在杭州南路 两个地区都是中国的地名 对消息出来之后 大科黑王世坚忍不住炮轰 务事部笑百步 柯文哲开向民进党号称最爱台 但是党部却设在北平东路上 却没想到民众党的新党部 位置就设在杭州南路一段上 两个都是中国地名 招酸根本五十步笑百步 孤秋比没买啦 他从头到尾就是在当玩笑 讲一讲 吵一下议题 吵一下声量 再来又看不到他啦 这个要花时间来解释一下 好朋友的 好朋友是府内员工吗 是不是 府内员工怎么可以 嘴上说不是府内员工 但据了解台湾阿伯 柯文哲粉砖幕后推手就是市府内的 绿色连线总招劳动局长陈信瑜 对此他低调不愿多做回应 道士新粉砖开张不过短短几小时 就突然下架 难道是经不起舆论攻击 见光死 我觉得柯文哲 你做个男子汉大丈夫 你主张什么你就讲出来吧 那你就去做吧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他说中正经典堂念起来 比较顺 比较好念 所以他主张不要改名自由广场 去中国化这些东西 我觉得倒可不必 因为我们住了这么久 我们从来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们都已经习惯了这个地名 你真的一改真的是劳民伤财了 的确改路名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因为需要在地居民五分之一提案 四分之三同意才能有效变更 全台北几十条路名都跟中国有关 要更改可视大工程 那我们想柯市长呢 他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 也希望能够有很多的网友 一起来脑力激荡 或许也是一个倡议的方向 因为其实改路名这件事情 不是这么容易的 那可能没有想到说 会引起大家这么多的讨论 所以他们可能会希望 把这个内容 把它顺得更顺畅一点 或者是说把这个粉砖呢 把它弄得更再充实一点 再来跟大家见面 台北上柯文哲 吴玉景创立新粉砖 想要争取本土选票 却又不小心出包 让市府跟党内措手不及 遭炮轰后紧急下架 网络快速传播时代 一个大议 没抢到声量 还会被扣分 欢迎新闻张家宝 江波伟 廖品君 台北报导 好我们就要带您进一步来探讨 现在网络媒体平台 已经取代了传统的街头文宣 成为了政治人物宣传的主要战场吗 包括总统蔡英文 关心脸书掉粉 还有台北市长柯文哲 成立新的粉砖 甚至您刚刚看到 隔壁苏贞昌找来网军大将丁怡鸣回国 到底经营网络有多重要 来看我们这么说 newstalk 网络现在就是一个自媒体 所以过去我们必须要靠媒体 帮我们报导 才能够把一些内容正确的传达给民众 但是现在我们透过很多的脸砖 或者是这个相关的社群软体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真实的想法 然后直接可能用影片啊 或是文字的方式去表述 那民众也会帮忙的去分享 或者是帮忙去澄清 从2018年之后你会看到蔡政府 他的很多政治人物 他们就开始出一些梗图 就是简单清新大图 然后要点整理 然后图片放大 然后再放他们自己一张大头罩 这个方法其实蛮有效的 第一个就是他们开始做 对于一些假讯息 或一些有疑虑的东西 他们开始快速回应 然后开始做图 而且那些图很容易让民众抓下来 放在LINE群上面去传播 媒体到网络意见领袖 到一般的网友一波一波接上来的时候 他的重要性已经不只是 本身是一个重要的平台 因为你的平台其实掌握在别人手里 但他的重要性是 我今天在这边我就告知大家说 好 现在给我一起上大家打团体战 那你看过去到现在 为什么好几个新闻事件 都是走这个风格 很显然它就是一个司令台 所以网络对现在的政治人物来讲 非常重要 因为它是发号司令的地方 除了问证的一些资讯之外 我会放一些其实平常自己 跑行程跟民众互动 或者是介绍地方美食 或者是我唱歌的影片 那其实有欢笑 也有严肃的问证 那可能在民众在我的粉砖上 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的资讯 那最重要是他们不会觉得说 这个粉砖是很生硬 或者是很刻板冷冰冰的 而是可以感受到说 是跟真实的高嘉瑜在互动 那我觉得这是跟其他政治人物 不一样的地方 我会觉得说网络是一种加成的作用 因为网络上其实 有时候它成本会算低很多 跟你那个实际跑那个跑摊来讲的话 我觉得成本算是低的 甚至有些人 他不知道他自己选区的立委是哪一位 可是他可以知道说 某个网络上很红的立委啊 根本跟你没有关系的立委是谁 所以我觉得这是有效果的 所以也不能说就是完全不做 你只有陆站没有空站 可能会导致全国媒体的报导 让你的游离票最后票投不出来 那你如果只有空站没有陆站 到时候没有组织动员 最后票可能不会投 因为对网络上的使用者而言 他到时候能转化多少为投票率 一直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对现在政治人物而言 缺一不可 你不可以不走地方 你不可以不做地方服务 你不可以不去握手 但你也不可以没有网络上的影响力 跟网络上的风格跟人物设定 为了避免台南市进入下一波限水 市长黄伟哲也宣布 民生用水提前减压供水以节省水资源 另外市府为了鼓励全民省水 也祭出了百万节水奖金 墙里水珠抽洗 再将泡沫洒满整个车身 这是一般的洗车流程 但在水情严重吃紧情况下 从洗车场游泳池到三温暖 这些用水大户行业 26日将在台南成为首波被限水的对象 停水的话的话 我们是不会使用地下水跟再生水 我们会停业这样 吃老本这样子 开饮料店因为有制冰机 那个水费大概都在五千到一万中间 甚至秀出水费账单 证明自己没有向外界误会的 那么会用水 解决缺水危机 台南市府动起来 除了启动抗旱水井外 也宣导使用再生水 民生用水部分也进行减压供水 就怕老天爷再不下雨 将提前进入供五停二的限水阶段 以后大家这段时间 如果没有下雨的话 以后大家打开水龙头 可能现在流出来的水量 会比原来的水量小很多 但是不会达到停水的 另外为了提高民众 省水意愿 市府也针对民众和业者 祭出百万节水奖金 一般用户凡是今年五六月的水费 比上一期减少超过百分之三十 前六百名每户 可得到一千元的等值奖品 营业商号则是前两百名 可获得价值两千元奖品 展开全面性的省水大作战 有多少水 多节水 多吊水 这三个策略来做 一般民众或是工业 你只要有水车来载的话 那这个通通是免费 持续干旱天气 加上水资源不足 政府努力找水源 鼓励省水 双管齐下就是要努力撑过 这一波缺水危机 欢新闻林志鹏 陈炎为林外瑜台南报道 沼泽化问题越来越严重 又有一间私校面临退场 教育部表示 高雄市河春技术学院 列入专案辅导学校超过两年 但是教学品质和财务危机 一直没有改善 因此勒令110学年度起 全部挺着 高雄河春技术学院 校门口高挂着 杰出校友2017年 夺得花式调酒冠军等候补 不过教育部宣布 河春技术学院 110学年度不得再招生 教学品质查核 一直没有获得通过 那他的 比如说他有并班上课的问题 有学分抵免的不当的问题 或者是 没有依照课表来开课等等的问题 那这一些问题 始终没有获得一个 根本性的一个解决 教育部下令退场 不过校方拒绝接受 已经在上个月正式提起宿院 强调学校108 109学年度 注册率超过六成 符合教育部规定 宿院通过会继续招生 而目前河春技术学院 还有688位学生 正在就读 受教权不能受影响 学校目前还有大概 680位左右的学生 那其中大概400位 是今年会应届毕业 那我们也要求学校必须要这个 妥善的维护 剩下的这一些学生的 受教权益的一个保障 河春技术学校 已经是今年第四所听招的 大专院校 根据教育部统计 目前有三四十所私立学校 因为招生状况不佳 被教育部列为预警 或是专案辅导学校 其中超过七成 是私立高职 或是私立技专院校 问题的根源 就是台湾的少子化问题严重 招不到学生 私校必须一间间退场 立委推估 未来会有8000到1.9万个 大专教师失业 恐怕会造成连锁效应 少子化问题 已经成为必须面对的 国安问题 华民新闻 林维凯 黄允辰 高雄报道 广市民网友 互联系 对 再次 这次 我们在这里 你 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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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